那要討論NCC的事情 那這個陳耀祥主委可以上來 但請你不要講話 因為呢你已經說你接下來沒有要做 自稱為NCC的過客 問你也沒有意思 國民黨立委徐巧新開酸 7月底任期屆滿的NCC主委陳耀祥 把時間留給卓院長 偷打pass我都有看到 但是請我們的過客 不要一直騷擾我們的院長 上述兩件案子是否會申請在意 過客可以回答沒有問題 都過客了以後也不關你的事 我問的是這兩件 就結束了嘛對不對 卓院長或許是因為剛上任 對NCC相關業務還不太熟悉 主委陳耀祥不時在旁邊補充 馬上被許小新抓包 這一題請我們的過客先不要 不要打pass我看很清楚 NCC頻繁打官司引發各界質疑 2008年編列訴訟費用 預算只有150萬元 但陳耀祥上任之後 到2023年金額暴增至1310萬元 2024已經在執行了 對 我們的預算狀況是比他高還是比他低 我可以解釋一下嗎 過客可以回答 因為現在是2024年 因為目前來講 因為還沒有完全審議通過 我們只是通過單位預算而已 多少嘛 當然我們基本上來講的話 大概是1000多萬嘛 NCC的回答讓許小新很無奈 下一屆人事名單已經送到立法院審議 若是延續相同態度 恐怕再惹爭議 陳建仁院長所送的 你總是跟陳建仁院長有些交接吧 雖然政權是延續的 但是不在其位就不謀其政 陳院長沒有跟我討論到 沒有討論 既然要經過大院的同意 那就是大院的委員先進門 在做決定 失去國會多數的民進黨 過去用人頭碾壓的時代不在 內閣提出的NCC名單 就看在野黨買不買單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